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刘善目光短浅 一张力挽狂澜的好牌弃之不用 最后成为司马昭的嫁妆 光凭霍毅保全南中一方 距六郡投降 实属良将范畴 就应该好好地给他点个赞 难怪归进之后的霍毅颇守司马昭气重 依旧担任南中总司令 还凭借战功封列侯 霍毅作为蜀汉王朝后期的名将 不仅仅有军权 还有作战能力 假设后主刘善能够有坚定之心 一方面让江维死守间隔 防止曹魏大军继续进入蜀汉境内 另一方面任霍毅带领南中兵马火速救援 或许蜀汉不会过早灭亡 毕竟在赶来远旧成都的地方军中 还有一支非常神秘的大军 那就是蜀汉王朝东方军总司令 右将军阎宇的救兵 值得一提的事情 阎宇这支救兵大军神秘失踪了 仿佛成为蜀汉王朝后期最大的悬案 而今天 小编就为大家讲述蜀汉王朝后期一位非常重要 又像迷一样的大将 永安都督 言语 为何说他像迷一样 因为在三国制一类史料中 对其的记载不甚详细 一位在蜀汉王朝担任高级将领的官员 却并没有多少史料记载 实属迷惑 当然 虽然陈寿给出了理由 国不治事 筑记无关 是以形势多疑 栽意迷书 但是 我们还是得好好谈谈这位右将军言语 毕竟当时的左大将军正是姜维 其一 言语是荆州派系的后起之秀 言语自文凭是荆州南郡人 我们都知道 刘备入川是荆州派当权 冰箱整个蜀汉王朝的官僚制度 无论是刘备还是刘善执掌蜀汉的时候 荆州派往往是要压着一州本土派的 官员的启用大部分是荆州系列优先 先不管你有没有才 蜀汉后期很多高官几乎都是蜀汉王朝开国元勋子弟 很多都是平庸低能 毫无剑术之辈居多 典型代表 出可瞻 言语虽然是出身南郡 相关事迹却在延西后期才有记载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他并不是跟随刘备入川时期的将领 或许其父辈当年跟随刘备入川 他是属于荆州派系的官二代 作为荆州派子弟 出世蜀汉很简单 历史对其评价苏有功迁 于是精勤 这个评价不算太差 也不算太好 跟名将相比 可以说差得太远 总之言语还是有能力作为的 但是蜀汉王朝后期官二代几乎都差不多一个水平 比如获益 傅谦等 这么说 言语是荆州派系的后起之秀 其二 言语是大将军江维的备选 言语作为将军 能力是值得蜀汉高层认可的 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延西末年 接替张表 成为蜀汉第六任来将都督 出阵南中 来将都督是蜀汉王朝一个重要军事基地 是蜀汉王朝的大后方 尤其是蜀汉和南蛮之间经常爆发战乱 需要一位精明才干的梁将镇守 在其任上 历史给予评价 其威风称计皆不及中 这里的中是指刘备都称赞的梁才马中 是蜀汉王朝早中期梁将 马中是言语的前辈 比不上并不丢人 能够和马中比较 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其确实有能力 并不差太多 还有一件事足见言语的历史地位和能力 那就是东吴太平二年 东吴内乱不止 尤其是孙称当权 东吴标记将军诗迹恐怕东吴内乱 而让曹魏趁虚而入 便秘密书信联络蜀汉以防范于魏然 而这个时候蜀汉王朝派出的正是右将军言语 言语如果没有独当一面的才华 怎么可能领兵坐镇一方和征伐救援他国之士 当时的名将还有姜维 廖化 张义 宗裕 诸葛瞻等 他们任何一个都可以领兵出征的 很显然 言语在这些人物之中已经排上号了 尤其是宦官皇后专禀朝政之后 皇后和姜维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 这个时候皇后扶持跟自己关系好的言语 易于利用言语制衡姜维 甚至取代姜维 这件事还真发生过 皇后玩弄权柄 诸葛瞻董绝都将就庇护皇后 紧要五年 董绝和诸葛瞻认为 姜维连年战争并无成效 属终百姓困苦穷乏 于是上表后主刘善 命令姜维归还 以为一周刺史收回兵权 收回的兵权正是要给当时的诱大将军言语 很显然 言语有能力 很吃香 无论是皇后这样奸佞弄臣 还是诸葛瞻董绝等统领朝政儒家士族之人 都非常欣赏 他虽然不是姜维那样的英才 但是作为重要将领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在当时 作为蜀汉名将代表王具张辽忠的后两位 张义以及廖化都还在世 都是高级武将 分别是左标级将军和右标级将军 但诸葛瞻和董绝还是推荐言语 说明当时言语的能力 未必比张义廖化差太多 从这一点看 我们看到言语不仅能力强 人际关系也好 尤其是在依附皇后的情况下 又没有做出排挤董线的事 还让董线成为自己的副手 可想而知 言语并非屈炎富士 为虎作伤的小人 总的来说 言语能力不差 能统领军队懂得左右逢源 搞好各方关系 其做人的强感和圆滑 让其成为蜀汉王朝 后期大将之中 不可多得的良才 那么 邓爱兵临城下 刘善令元宇元旧成都 带着一支精锐大军 却神秘消失 究竟去哪里呢 请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